国防流感疫苗外观呈现黄色 但就是这个颜色让医护人员觉得有问题 不敢拿去帮病患施打 基隆市七毒卫生所日前发现这个状况 立刻保存了这一支疫苗 并且依照程序网上通报 进一步调查理清之外 我们也已经通知我们有同样批号的疫苗的六个县市 来进行暂停使用 七毒卫生所内同批疫苗并没有类似情形 但是为了确保民众安全 机关署进行初步清查 同批疫苗验收18.3万剂 分别送到了台北 基隆 桃园 苗栗 花莲 台东 这六个县市已经接种7.5万剂 剩下的10.8万剂封存暂停使用 国防生计启动了内部小组调查 机关署跟食药署也将共同查明原因 有专家推测疫苗会变黄 可能是冷链温度不足或者存放不当 密封异常导致 机关署则说六年前赛诺飞疫苗也曾经出现变色状况 当时是因为生产过程当中 生成碳化的橡胶及硫酸盐 导致接触药液的时候变色 这一回原因则还要再厘清 但是已经施打了疫苗效率是否有影响 民众还需要补打吗 以及责任谁该负责都要等调查完毕才能确认 但说到疫苗也有耳鼻侯科医师提醒 10月份天气转良 除了A型流感 其他的呼吸道病毒也都开始流行 打疫苗还是最有效的防范方式 如果真的担心疫苗有问题 可以自费选择厂牌 保障自己的健康 TVBS新闻林静 黄凯欣台北上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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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